0918的强政也震出了南区部落民生用水的安全隐忧 在立委地方政府以及明代的积极争取下 获得经济部水利署4.2亿元的经费 来协助推动自来水盐管工程计划 而为了让政府的美意广为周知 先议员林玉芬也积极地和各部落的族人说明 获得族人支持签署同意意向书 希望计划能够早日成行改善部落的用水问题 112年经济部水利署挹注4.2亿元 自来水盐管工程计划经费 协助地方政府推动改善部落民生用水问题 眼看113年前置作业齐成即将到来 然而政府的这一项美意部落族人似乎未能管为周知 先议员林玉芬是高度关注积极与各部落族人说明 那服务管线等于188 四来水402亿的这个工程计划是源自于就是我们0918地震之后 因为我们银屋水都浑浊 还有就是断水让我们的生活品质非常差 所以当时我们的立法委员 就跟其立法委员 政天才委员 还有我们县长 还有各级民意代表机关 我们都跟这个中央来争取这样的一个经费 那已经在112年核定了4.2亿的经费 那这个经费呢 就是执行期间是112年跟113年 那现在已经113年的下半年度 所以我非常紧张 透过在部落的大小活动 或者头目部落领袖详尽说明 以及族人如何配合作业 县议员林玉芬是希望争取不一的工程经费 能早日成行 有效改善部落民生用水的困境与隐忧 获得多数部落的支持认同 签署意向同意书表达意愿 全部的经费是匡列了4.2亿 那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族人民众 能够签这个严管工程的意愿书 能够意愿表能够表达自己想要接管的意愿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意愿书 交给我们的深海水公司跟这个义里真公所 让我们的这个经费能够4.2亿的经费 不是高高的在上面然后永远吃不到 那把这个4.2亿能够今年把它框下来 希望明年来把我们的严管工程能够施作 那也让我们的民众的生活品质能够提高 那水质也比较稳定 获连南区乡镇多数部落 引用部落简易自来水 位居高山霍谷的水源头 管线线路的围管不易又有风险 再加上风雨断水供水不稳定 水质安全更是堪率 成为了部落民生用水的一大隐忧 尤其0918强镇这么一阵 部落减水问题也浮上台面 这一次经济部水利署 挹注庞大经费 计划协助地方 优先改善玉里镇河东地区 以及卓西清水卓乐地区自来水 沿管工程计划 希望能够获得部落族人的共识 一劳永逸地解决部落民生用水的问题 记者是玉兰张敏泰 玉里采访报道